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月27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 再次主持召开外防输入专题会议 他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 统一思想 强化措施 联防联控 全力抓紧抓实疫情外防输入工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唐一军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对做好近期防控重点工作做出部署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 当前五省疫情防控虽然总体呈现平稳向好态势 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输入性 流动性 聚集性风险仍然很大 各地各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始终绷紧严防严控这根弦 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 更加扎实有力的工作 勾住起外防输入的坚固防线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成果 唐一军就抓好全省疫情外防输入工作 再次做出具体部署 医药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坚决落实好省防控指挥部 第六号令 第七号令要求 把外防输入摆到突出位置 抓紧抓实 严防疫情输入 严抓死角盲区 点对点 人到人 实打实 防控到位 二要把牢关口 严守防线 发挥外防输入管理协调机制作用 民航 铁路 公路 水运等有关部门 要严格管理 特别是机场口岸要严防死守 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三要多措病局 精准精细 全面加强来疗人员健康管理 完善防控机制 认真执行健康监测 隔离观察 核酸检测 医疗救治等各项措施 确保防控工作落实落细 四要把握政策 注意方法 文明优质服务 注重沟通交流 取得来疗人员的理解和支持 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五要强化统筹 协同协力 加强工作统筹协调 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各负其责 各司其职 主动作为相效而行 分工合作 协同联动 形成工作闭环 六要加强宣传 有效导控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认真做好解疑试祸 广泛凝聚守望相助 共抗疫情的强大合力 省级水阳市领导 陈绿平 王大伟 王明玉 卢科 江有为出席会议 抗击疫情 辽宁在行动 在疫情发生之后 我省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统筹全省中医资源 强化中期协作 促进中医药 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 目前我省的三大区域集中救治中心 都有中医专家参与一线临床救治工作 确诊患者口服中药汤剂后 症状明显改善 且无疑力发展为重型或微重型 早期应用它能够快速的退热 缓解患者的像咳嗽 乏力 咽痛这些症状 然后患者很快体温就退下来 这些症状也消失了 而且它的住院时间也缩短了 我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 病症特点 组织中医专家 先后制定了两版中医药诊疗方案 规范科学应用中医药技术方法 除了救治本地患者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还先后两次为我省出征湖北的医护人员 免费提供总计六千核抗病毒中程药剂 主要是还是根据症状不同 采用不同的方针 基本上是一人一方 有一个基本方 然后是根据它的一个症状加减 你看那个舌台特别腻的 那就始终 没有台的 那个我们就热重 对 口可连的就因不出了 我们根据这些症状来辩证实质 那中医中药的治疗呢 主要是通过用一些益气养阴的药物 或者是通过温阳的药物 来提高机体的正气 那么通过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 或者是去湿化着的药物呢 来去除体内的邪气 从而能起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抗病毒作用的 截至2月20号 全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21例 其中79%的病例 在中医要参与治疗后 症状明显改善 全省中医要参与治愈患者 平均住院日12.91天 三大区域集中救治中心 以治愈出院的患者中 中医要参与治疗比例为82.6% 本台报道 发挥优势 合力抗击新型肺炎 相信中医在未来的治疗当中 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重点下 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新闻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跟大家伙来谈一谈啊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把视线呢 要转向我们的武汉了 那么救治患者 其实不但要治病 其实还要治新呢 没错啊 疫情面前如果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那恐怕才是最为可怕的 所以治愈武汉的医疗队的队员们 不仅在拼尽全力挽救着患者的生命 还会尽己所能 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之前呢 我们看过武汉方舱医院里边 医务人员招呼大家伙呢 去跳广场舞的新闻 而在我们辽宁医疗队助手的 武汉雷神山医院里呢 这些天也响起了音乐 跳起了舞蹈 我们先去现场看一看 你笑起来真好看 隔着防护服都能感觉到那种融幕春风的笑容 是啊 这些医护人员呢 来自辽宁锦州市第二医院 跟他们面对面的 是雷神山医院A5病区的患者们 2月14号 这个病区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 细心的医疗队员发现在隔离病房里的很多患者 会因为亲人没在身边 感觉到很孤独 身患疾病呢 也很恐惧 普遍出现了烦躁焦虑 甚至是害怕的一些情绪 对啊 要知道人的情绪状态 跟这个免疫力 那是密切相关的 可以说呢 稳定的情绪就是抗击病毒的强有力武器之一 而这个音乐 舞蹈 体操 在减轻压力方面呢 都是很有效的 所以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的时候 也会鼓励患者进行循序渐进的锻炼 这一支舞蹈 就是护士长官媒 带着医疗队员们精心设计的啊 融合了体操 还有舞蹈动作的健身舞蹈 这真是有才啊 从2月19号开始呢 每天雷神山医院A5病区 都会伴着一曲 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医患共舞5分钟 这就说是在雷神山上首创的 第一支雷神山上的舞蹈了吧 心情确实很好啊 其实生活呢 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后 而是要学会我们在雨中翩翩起舞 医护人员为了鼓励患者 树立细心 还有阶级乐观 真的是很用心了 是啊 他们的用心呢 也得到了回报 患者们呢 很配合 很开心 有时呢 还会为李武的医务人员的 某个动作跳得可爱 而笑弯了腰 活动活动身体 舒缓舒缓情绪 心情自然也就放松多了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看起来很小啊 但是在眼下 却不容易办到的事 打动了A5病区的患者 这件事就是吃黄瓜 这病区里呢 一位老大爷 不爱吃饭 心情也不太好 他就跟这个护士长官媒说了 说你看呢 我就想吃根黄瓜 可是这个医院里的这个餐食 都是统一配送的 就没法点餐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大爷说这个话的时候 可能就是随口一说 但是护士长官媒却真走心了 可不 在官媒休息的时候呢 就专门啊 去帮大爷找黄瓜去了 某一天呢 他把几根黄瓜 带到了病房 大爷一看 就哭了 大爷说啊 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你还能这么帮助我 我几十年没掉过眼泪了 而官媒的回应也很简单 你心情好就好 大爷也是为了这件事 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 写了满满一页纸 写下了他的感谢和希望 也写下了医患之间的申请 是啊 也请白衣战士们相信 你们的每一分努力 都会被放在患者 乃至所有人的心上 有了你们 很快 幸福 就会和春天 一起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有疑似病例2308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6054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5225人 再来看看湖北方面 新增确诊病例318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203例 新增死亡病例41例 现在有确诊病例36829例 其中重症病例7633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6403例 累计死亡病例2682例 累计确诊病例65914例 新增疑似病例332例 现有疑似病例1989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 通报确诊病例135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93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 台湾地区32例 说那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学生和家长们都关心的问题 孩子们什么时候 能够回到学校上课 还有今年的初三和高三的学生们 心里更是着急了 还有今年中考高考时间 有没有变化呢 这都是大家伙儿想知道的 没错啊 之前教育部的高校学生司司长 王辉曾经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 将会密切地关注 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 也会同相关的部门和各地 及时评估疫情 对组织考试产生的影响 审慎研究制定 今年高考的具体实施方案 及时地向社会公布 而到目前为止呢 部分地方已经对与中考高考 相关的一些安排做了调整 比如说北京 海南 浙江嘉兴 江苏 苏州和长州等地的教育部门宣布 2020年中考报名时间推好 另外呢 北京还宣布推迟进行 2020年的高考 第二次英语听力机考 中考第二次英语听力机考 而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 则宣布推迟多个自学考试 和成人考试项目 不过还没有涉及到中考和高考 其实现在距离中考和高考 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像一考 按照往年的时间 应该已经考完了 这一次呢 全国统一延迟了高校特殊类型招生考试 包括保送生 艺术特长生 体育特长生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等等 对 虽然说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回到学校 但是停课不停学 对 尤其是高三和初三的学生们 复习的时间尤其宝贵啊 为此很多地方都改变了模考的方式 像北京市教委就把原定于 2月25号举行的全市 新高考模拟测试延期到了3月3号 并且采用居家同考的形式 那么这次考试呢 与新高考日程是一样的啊 联考四天 只不过考场在家中 兼考是家长 考生云交卷 教师呢 也将力争完成云月卷 就这样的模拟考试 可能更考验学生们了啊 北京一位中学的校长就说了 对于学生们来说 采用居家同考的形式 是更严格的育人检验 也是独特的人生体验 那么既然说 中考和高考的考试时间 目前没有调整 那么学生们 还是应该按照 按部就班 按照自己的计划 和进度来复习 在家学习呢 更能考验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了 没错哈 以往呢 高悬在教室黑板上方的 高考倒计时 如今也搬进了 钉钉微信等等 网络平台上的班级群 是啊 而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呢 也都在努力 比如说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 正式开通了 可以满足1000人同时求助 每天开放14个小时 针对学生和家长们的担心 有教育专家就认为 分数线的划分呢 更多的还是根据考生 整体成绩来决定的 而且一地的考生 所面临的情况 也都是一样的 对 比如说备考时间 学习困难也都相似 所以大家还是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 所以呢 孩子们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按照自己的节奏 好好复习备备考 加油加油 说得下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韩国的最新疫情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通报称 当地时间27日 16时至28日9时 韩国新增256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2022例 累计死亡13人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 韩国政府26号开始 在多个城市部署了 直通车式的采样点 加快病毒检测的速度 最大程度控制疫情的扩散 这是位于京基道高阳市的一处 直通车式样本采集点 原本这里是室外停车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这里被临时改造成样本采集点 跟社区医院 及其他定点医疗机构不同 民众可以驾驶私家车 并且全程不用下车 就能完成体温检测和采样 尽量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缓解医院接诊压力 采样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需要填写问诊表 包含个人信息 及是否去过高危地区等 然后进行体温测量 如体温偏高 且有咳嗽胸闷等症状 则需进行下一步样本采集 由于记者近期曾前往疫区报道 因而也被要求进行进一步检测 我刚刚是已经完成了整个的采样的过程 那从刚开始的测体温到最后呢 采集我的一些口腔的粘液 整个过程大概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如果算上我们开车进入到这个场所 一直到完成整个检测的过程 大概最多十五分钟 所以整个的这个检测的过程呢 还是非常顺畅和高效的 目前韩国已经在高阳市 市中市以及大邱市 部署了多个直通车市采样点 记者所探访的采样点 当天就对近400位主动前来的民众 进行相关检测和样本采集 采集过程完全免费 韩国政府希望民众 尤其是曾经前往疫区 或接触过确诊患者的 能前来检测 从而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疫情 截止到当地时间2月28号的上午8点钟 日本新冠肺炎感染者总计达到了919人 其中包括在日本国内的感染者200人 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乘务人员705人 以及乘坐日本政府包机回到日本国内的14人 目前日本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地区 已经扩大到19个都道府县 疫情防控进行了关键期 那么央视的记者就疫情的防控对策 采访了日本的疾控专家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为防止疫情蔓延 日本政府已要求体育团体和文化团体停办活动和公演 直至3月15号左右 27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要求日本全国中小学校暂时停课 时间从3月2号一直到3月底或4月初春假结束 日本疾控专家认为 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的蔓延 但要真正控制病毒的传播 需要放宽新冠病毒检测的条件 加快检测速度 日本ではあまり広く検査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んですね 日本で今検査を受けるには 肺炎になっていて 入院して治療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人 でないと検査が受けられないんです ですから その街中でどれぐらい広がっているか っていうデータはないんです ですが 日本中各地で感染している人が見つかってきていますから 全国にいわゆる蔓延しているというかですね 病気の人がそこら中にたくさん潜んでいるという状況だと思ってます 九柱先生指出 目前日本一天最多检测3800分送检样本 社区医療機構需要控制检测的数量 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 最も必要度の高い方から検査を受けられるように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が とにかく今の検査の件数では 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ニーズに応じきれないので もっと検査の件数が増やせるように 医師が必要だと判断したら 医師が直接検査会社に 日本的疫情形势很严峻 很多人都在担心 重备了很久的東京奥运会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还能如期进行吗 27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接受了日本媒体的电话采访 他说 借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情况 国际奥委会将全力確保 東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同一天 作为日本東京著名地标建筑的晴空塔 开始向公众展示最新的灯光照明秀 向全世界发出了迎接東京奥运会的信号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伊朗的新冠肺炎疫情 自2月19号 伊朗宣布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之后 确诊的人数和死亡人数是迅速攀升 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7号晚间 伊朗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70例 其中26人死亡 多地新增新冠肺炎感染患者 当地时间27日 伊朗女性和家庭事务副总统 马苏梅埃卜特卡尔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再加上此前伊朗卫生部副部长 哈利奇议会官员 祖努尔等人 伊朗亦有多位政府官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其实梳理一下伊朗的疫情有三个特点 一是快速增加的确诊人数 还有较高的病死率和不断向外扩散的趋势 伊朗的疫情防控形势让全世界都在担忧 那么伊朗的新冠病毒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 答案是库姆 从目前伊朗公布的病例当中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都有库姆接触史 这库姆拥有人口一百多万 是伊朗的第七大城市 同时呢 因拥有历史悠久造型精美的清真寺 库姆还是伊朗著名的旅游景点 伊朗卫生部此前确认 库姆的一例死亡病例是一位商人 曾经通过非直接航班去过中国 但是谁是伊朗的零号病人仍然不确定 伊朗卫生部官员莫瑞兹表示 伊朗新冠病毒始于库姆 但很有可能啊 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病毒 目前为止啊 包括库姆和德海兰在内的14个省份的学校 都已经宣布关闭一周 电影院和剧院等公共场所也暂停运营 德海兰的公交车已经开始消毒 街上张贴了呼吁人们勤洗手 不要与他人握手等卫生措施的海报 伊朗政府呢 还指定至少230座医院开展传染病治疗 那么伊朗的疫情 为什么会突然爆发迅速的恶化呢 虽然呢 伊朗医院的硬件 以及医护人员的水准都非常的高 很多医生呢 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 那么并且呢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资源丰富 伊朗水平在中东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伊朗检测设备不足 很有可能会导致此前的确诊病例数据被低估 这一点从伊朗对周边地区的输入病例数据当中可见一般啊 黎巴嫩 阿富汗 巴林 科威特 阿曼 伊拉克等等中东六国的首例病例都有伊朗旅行史 而加拿大中国呢 也已经出现了自伊朗而来的输入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表示 伊朗政府很可能只注意到了症状非常严重的病例 前不久 伊朗卫生部的副部长哈里奇已经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在一场政府发布会的现场 哈里奇站在政府发言人拉比伊身旁不停的擦汗 并不时不时的会咳嗽 那么即使看起来非常不舒服了 这些哈里奇呢仍然没有戴口罩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 这些哈里奇的发言人拉比伊朗卫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 对伊朗实行前所未有的极端制裁 伊朗药物短缺情况非常严重 其中就包括检测试剂盒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说 伊朗可以生产自身所需药品的97% 但是一些罕见病和某些特殊疾病的药物是需要进口的 美国的制裁无疑就影响了伊朗的制药能力 美国的制裁机制呢 已经严重影响了伊朗民众获得保命医疗物资的能力 并很有可能阻碍伊朗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此前我国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伊朗政府曾经率先公开声援中方 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 是 企约无疑与子同袍令我们动容 现在伊朗的疫情防控局势严峻 中国大使馆在伊中资企业第一时间向伊朗卫生部 捐了25万只口罩和5000个世纪盒 祝伊朗大使常华与伊朗卫生部的官员录制的 伊朗加油视频在伊朗的社交媒体上是刷屏了 危难时刻 助人记住己 期待伊朗的疫情能够早日好转 咱们一起加油 说明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25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晚召开了发布会 刚刚结束中国考察行程的考察组 外方组长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 艾尔沃德感叹 如果我感染了 我希望在中国治疗 我认为人们也会看起来 中国在中国的状态是无数人共同奋战的结果 没错,面对疫情我们一点都没有怠慢 三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兴业兼城 各种供应湖北的物资从全国各地发出 一座座抢健而成的方舟医院争分夺秒抗击疫情 无数在家中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中国人都在尽一己之力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正如世卫组织官员埃尔沃德说 应对疫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往往会考虑我们要如何生活 怎么来管理这场灾难 但中国人想的是要追踪每一位接触者 隔离他们每一个人,保住他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也要谢谢世卫专家们的硬核赞扬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祖国感到自豪 昨天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通缉会 钟南山院士出席,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 首先钟南山表示这次疫情的传染性可能比以前要高 虽然没有真的做一个统计 但是判断大概是一个人能传染两到三个人 重症病人传染性会更高一些 其次,康复之后感染率低 针对有些病人康复出院之后再次检测出核酸阳性的问题 钟南山表示出院后核酸检测负阳有多重因素 我们不能下绝对的定义 要一边发展一边看 一个康复病人再感染的几率很小 因为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 至于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新药研究 在十几天二十几天甚至是一个月研发出新药是不可能的 需要持续的科学研究 还有钟南山表示疫情预测模型首先要考虑中国 首先出现在中国 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最后针对近期很多地方复工复产 钟南山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工人上班之前必须要接受一次双检测 检测结果能证明没有被感染才可以正常参与工作 接下来公布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2月27日零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7例 新增死亡病例44例 新增疑似病例452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622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525人 重症病例减少394例 截至2月27日24时 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39919例 累计志愿出院病例36117例 累计死亡病例2788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8824例 现有疑似病例2308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6054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5225人 我们再来看看湖北方面 新增确诊病例318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203例 新增死亡病例41例 现有确诊病例36829例 其中重症病例7633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6403例 累计死亡病例2682例 累计确诊病例65914例 新增疑似病例332例 现有疑似病例1989例 累计收到高昂台地区 通报确诊病例135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93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 台湾地区32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国省首批医疗队137名 一部人员十元湖北 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区 其在组建两支医疗队 辽宁已经派出十 第十一批辽宁医疗队出征武汉 这次 国省十元湖北的医护人员 已经达到2030人 守两座山互一座城 游戏中的墙银 你们是为国家 为人民 文物前进 南方5649请向医疗队转达食用卡牌 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祝他们平安开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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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就是风潇潇溪溪溪水寒 壮士一去细不复还的架势 还真是 网友拍手称赞 一时间这十万只鸭子 是获得了大量粉丝点赞 咱们的鸭子好厉害 不仅好吃还可以为国出征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这昨天中午呢 中国经济网官微就发布消息称 经多方求证 前方不同渠道回复 都说消息不确切 我都替鸭子们纠结啊 一会儿让我们说要 恢复这巴基斯坦灭黄 一会儿又说子虚乌有 到底让不让我们去啊 给个痛快话啊 这昨晚呢 这事是终于水落石出 咋回事呢 央视新闻发布微博称 说中国黄灾防治工作主 已经在巴基斯坦 卡拉奇的新闻发布会上辟谣了 在巴基斯坦 不适合采用大量鸭子 治理黄灾 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的喷洒 更有利于紧急治理巴基斯坦内的大面积蝗灾 而昨天晚间呢 又有媒体证实 确实有公司希望捐赠十万只鸭苗 来帮助巴基斯坦进行生物灭黄 目前呢 正在等待巴基斯坦方面的回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嘉勤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啊 十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黄的计划 并不是子虚乌有 这事实上啊 根据一天下来的反反复复 鸭子们是否出国 还是能看出了点端倪的 也就是说呢 确实啊 有人计划把十万只鸭子呢 送去巴基斯坦去灭黄 但不是立即出征 目前呢 还未有这个此计划 另外呢 眼下十万只鸭子出国灭黄 能不能成行 还是有待讨论的 中国黄灾防治工作组表示啊 在目前的巴基斯坦黄灾 大面积爆发的情况下 建议用一些紧急的措施 比如说采用化学农药治理 和微生物农药等生物防治措施 目前的比较成熟的微生物农药 包括了微包子虫类和绿浆菌 这是可以大规模的 用在飞机喷洒的 快速有效的控制黄灾的方法 用鸭子来治理蝗虫 是一些中国专家 做的探索性的课题 暂时呢 还没有进入政府的援助方案 其实事实上呢 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木鸡制黄 木鸭制黄的方法 并一直呢 沿用至现代 比如说2000年 就有三万只鸭子乘飞机 从这个浙江长兴 赶往了新疆 去帮助灭黄 这2001年呢 就有媒体报道说 新疆养殖了近70万只灭黄积鸭 直到今天 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地区 还广泛应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生物灭黄 看得出来啊 对于小规模的黄灾 咱们的鸭子肯定是管用的 如果是像现如今 巴基斯坦方面 这种严重的黄灾 那么还是得找 更加稳妥和有效的方法 咱们的鸭子们 可以暂时歇一歇了 其实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各国对于这个 动植物跨国运输 都是很严格的 对 涉及到这个检验检疫 相关的规定 需要经过办理相关的手续 等复杂的流程 十万只鸭子出国运输 也是很大的问题 未必能够来得及赶去灭黄啊 嗯 好嘞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资讯 截至目前 意大利已成为 欧洲新冠病毒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 且确诊病例 大多数集中在 中文字幕《非诚勿扰》 至于人们的新冠病人 这些认识病毒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为他有所在送的 第二天 再现场 来 看到 这种 感谢观看 自然界当中最漂亮的器官之一 据不完全的统计 能分辨清楚的极光色调 已达160余种 塔尔火山在1月12日开始持续分发 警戒级别一度高达4级 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 虽已降至2级 但仍处于活跃状态 克里边总统杜特尔特 昨天宣布 卡拉巴苏密区进入灾难状态 以保障塔尔火山附近居民的生命排产安全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来自沈阳市疾控中心的团队 他们分属于流行病调查组 和密切接触者调查组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沈阳的每一位确诊和疑似病例 他们都要去追溯传染源 寻找密切接触者 由于每一项排查 都要抽丝剥茧 模拟推导 与警察破案相似 因此他们也被大家伙称为新冠侦探 对新冠肺炎的确诊和疑似病例 流行病调查组负责与患者面对面交流 初步确定患者行动轨迹 感染时段 接触人群 形成流调报告 然后由密切接触者调查组 进一步调查核实 联合相关部门 对于确定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隔离和采样 一旦采样标本检测为阳性 或者密接者出现疑似症状 流调组就会再次介入 对患者进行调查 进入下一个工作循环 一名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 最多可以找到多少密切接触者 沈阳专家给出的数据 是超过100个 而且流调组和密接组专家 需要了解患者的发病前14天 和发病后到隔离前这段时间 他的全部行动轨迹和接触人群 这可以说是一个海量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患者会有一个回忆的偏差 你需要你一点点去复合他 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记忆过程当中 提到了某些人 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人 周围的外围的人员 去核实他说的话 是不是准确的 另外一方面 也要通过一些大数据 公安系统的一个协查 我们掌握的情况 去启发他 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一次不行 可能两次三次到现场 去跟患者进行沟通 刘调组做出的 还只是个初步报告 下一步核实患者的传染来源 感染时段 并找到之后接触者的工作 则由密接组负责 一个月来 沈阳调查的新冠肺炎确诊 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达到2200多个 其中对一位 泄性确诊患者的调查 最为困难 他发病前 虽没去过湖北 但频繁外出多个省市 累计乘坐了六趟火车 四班飞机 密接组的12位工作人员 调查了整整一天 才找到患者 谢某某的感染源 和感染时间 一个月来 沈阳市疾控的这两个调查组 每天24小时工作 虽说工作人员采取导班制 但加班是常态 工作最忙的时候 他们每人每天 要打几百个电话 休息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 2月25号 沈阳最后八名 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全部解除隔离 目前的工作量 虽然减轻了 但是他们精神上 丝毫不敢放松 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 有许许多多基层工作者 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默默复苏 他们都是逆行的污名英雄 在沈阳市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有两名医护人员 格外的特殊 他们一个是 沈阳市六院的 负压病房 第二小分队的 护士长沈广林 另外一个呢 是沈阳市六院 负压病房的 第三小分队的 护士胡玉婷 生活中 他们是一对母女 抗击疫情前线 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2月5号 沈广林接到命令 要护理一位感染 新冠病毒肺炎的 危重症患者 他人话没说 立刻告别家人 来到战役第一线 对于新冠病毒肺炎 很多临床症状 医护人员 都是第一次碰见 但凭借着 多年的护理经验 沈广林很快 适应了确诊患者的 护理工作 而就在这时 女儿胡玉婷 突然跟沈广林提出 要到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姑娘就跟我说 妈妈我想继小分队 当时我还挺犹豫 因为她是在偷袭室工作 我们医院偷袭室 一直都在这个上班 没有休息过 然后我还劝她 后来她就是一眼决眼 那就是非常想到 小分队断在那里 女儿胡玉婷 今年24岁 大学毕业刚刚两年 2月14号 主动请婴的胡玉婷 被调到了负压病房 跟母亲并肩战斗 她说从8岁那年 看到母亲参与抗击 非典时期 一颗种子 就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了 那时候我还非常小 然后我就不能理解 就为什么我妈妈 会不管我 在妈妈和其他 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胡玉婷很快参与到 患者护理工作中 2月22号 敷压病房传来好消息 母女俩 共同负责的一名 危重症患者 病情缓解 并降为重症 这让胡玉婷很开心 而沈广林更感欣慰 跟共同负责战斗 我觉得是一个挺高兴的一件事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荣誉 感谢这对护士母女演绎了两代天使情怀 是啊 话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了 努力把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 我省统筹推荐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对商贸物流旅游等行业企业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我省商贸物流企业正在逐步复工 连锁超市便利店和生鲜超市复工率达到92.1% 其他商贸物流企业正在有序分级分工复产 目前来看呢 我们相关人员的到港率 已达到了应该95%以上了 然后现在各条流向的线路 除了一些重点依需 还有政府的管控之外 所有的相关流向我们都已经开通 省内目前是100%的全部开通 结合疫情防控 我省鼓励广大商家与电商平台合作开产 无接触配送 推广定点收集定点投递等物流方式 同时省内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客流逐渐回升 从现在的情况看呢 客流有了明显的提升 那么销售人也随之不断的向上攀升 同时开通了网上购物 使我们的无论是百货商品 还是民需商品 能够实现送服务到户 送商品到户 截至目前 全省重点商贸物流企业复工率达到70% 全省13家重点商贸物流园区内 企业复工率达到90% 近日300余吨民生物资在沈阳远达国际快舰监管中心 经辽中海关通关验放 我们开辟了空海陆连运的新模式 将货物运抵制国内清关 为保障民生构筑坚实后盾 沈阳海关为保障物资快速通关 第一时间安排驻场官员对快舰货物进行对接跟进 及时掌握民生物资转关 装卸运输全流程 我们指导企业对场地和货物进行消杀 确保货物能够第一时间又快又安全的送到百姓手中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沈阳新民市从财政拿出115万元专项资金 为全市2962家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购买复工险 凡是复工的企业在一年的保险保障期内 达到理赔条件将最多得到13.6万元的补偿 每份是388元的保费 企业如果因为疫情或者其他的灾难 比如火灾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故造成停产 每天给他赔付1500元 一共是3600 再加上财产的损失赔10万元 本台综合报道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生产经营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应有的贡献 抗击疫情我们再行动 说得一下明天见 明天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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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